忠实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这里是喜马奖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是 让你的时间多一倍 你可能会吐槽了 怎么又是一本关于时间管理的书 其实如今时间管理这个概念 很多人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随便在网上一搜 大量的时间管理方法课程扑面而来 不少人都能说出一些时间管理的方法 或者是制定计划的诀窍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那就是听了这么多道理 却依旧还是管理不好自己的时间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本书 其实就解答了这个问题 在作者看来 这是因为我们一直搞不懂时间的哲学 所以才一次次地成为时间的奴隶 本书的作者叫法比安·奥利卡尔 是法国著名的心理学家 他在年轻的时候 也是妥妥的拖延症患者 上学的时候 上课前的最后一分钟 还在赶作业 就算是暑假作业 也是拖到最后几天才完成 有一个词叫做 拖延症晚期患者 而那时候的法比安大概就是 拖延症没救患者 日子混乱到寸步难行 终于他在17岁那年 即将成年的法比安觉悟了 不能这样浑浑噩噩了 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如果不能掌控时间 这辈子可能真的要永远被时间奴役了 奋起反抗时间奴役的法比安发现 其实管理时间远没有周围人向他描述的那么困难 他从自己遇到的切身痛点出发 重新发现自己时间的价值 找出时间管理上最容易产生的那些陷阱 然后一一破解 从此他的人生像开了挂一样 不仅写书 做魔术师 还在YouTube上坚持日更视频 已经拥有了170万的粉丝 甚至还创办了一家公司 完全成为了一个时间管理的高手 因此呢 本书中的方法 都是作者依据心理学知识 以及自己的亲身经历 一点点提炼出来的 都简单可行 毫不违背天性 非常容易坚持 在作者看来 时间管理不是一场痛苦的修行 而是一个 在你自己有着各种缺点和懒惰的情况下 还能与之共存的方法 非常实用 好了 接下来会通过以下三个重点 来跟大家分享本书的内容 第一 如何正确认知时间 充分意识到时间的宝贵 第二 如何避免落入时间陷阱 让自己更好的掌控生活 第三 如何合理挖掘时间 让自己的时间多一倍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重点 如何正确认知时间 充分意识到时间的宝贵 在这一部分作者提出 许多人之所以肆无忌惮地浪费着自己的时间 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时间有多宝贵 他提出 为了更好地认识自己的时间 人们必须知道 如何去计算自己的时间价值 什么叫自己的时间价值呢 简单来说就是 一个小时值多少钱 打个比方 比如你一小时的价值是一千块 当你不知道这一点的时候 你会在微博上看明星八卦 自在地逍遥冲浪 即便不知不觉过去一个小时 你也不觉得心疼 不会有浪费时间的切肤之痛 可如果你知道 自己的一个小时值一千块呢 也就是说 每看一小时八卦 你就会损失一千块钱 那你还有可能看八卦吗 我猜你大概就不会了 当我们充分意识到 自己时间的价值以后 就可以自觉避免一些 浪费时间的行为 那么我们的时间 到底价值多少呢 让我们用最直接的度量横 金钱来计算一下 接下来呢 你会听到四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请跟着我的引导 把每个问题的答案写下来 之后你就可以知道 你每个小时的时间价值是多少了 第一个问题 想象一下 我会给你一张弥品卡 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消费 条件是在一小时之内 你什么都不能做 只能玩手机 你觉得这张卡里 至少得有多少钱你才愿意 这是第一个问题 现在呢 你可以写下我的答案 我会暂停十秒钟 好 第二 还是一道想象题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任务 但它很枯燥 要求你在一小时之内 不断地去重复 做这一个任务 那么需要多少钱 你才会愿意接受这个任务 这是第二个问题 你可以想一下 写下答案 第三 用你的月工资 除以这一个月的工作时间 得出你现在一小时的工资 这是你当下的时薪 第四 如果你是公司的HR 对你自己个人能力 做一个预估 你觉得自己能开多少月薪 写下来 然后按照前面的方法 除以一个月的工作时间 这是你的目标时薪 然后把这四个场景 所写下的数字 除以四 你就会得到你的时间价值 也就是你一个小时 值多少钱 当然 这不是从一个科学 或者数学上来说的准确数据 但它综合了四个方面的要素 分别是你的情绪价值 你的梦想价值 你当下的实际工资 和你未来对自己的期望 而这四点 确实能代表时间的价值 如果你不习惯用小时来计算的话 也可以把这个数值 乘上一天 或者一个月的工作时间 得出日薪 或者月薪的数字 或许会更加直观 总之 计算这个数字 不是最终的目的 我们的目的 是让自己充分意识到 时间的宝贵和珍贵 这种对时间的认知 会潜移默化地改变 我们面对人生 和选择的态度 学会去争取时间 和计算时间成本 学会衡量时间成本后 在遇到生活中 大大小小需要花费时间的事情 就不会忙得焦头烂额 晕头转向 而是可以从时间价值出发 对他们进行过滤 举个例子 你可能听说过 苏格拉底 倾听别人故事的三个原则 这个故事是真实的吗 对方讲这个故事 是出于善意的吗 这个故事 对苏格拉底本身有帮助吗 之所以制定这样的三个原则 苏格拉底解释说 是因为自己呢 是一个做学问的哲学家 时间很宝贵 而他最关心的事情 就是如何把雅典这个城邦 治理得更好 因此只有那些 符合雅典现实情况的事情 那些善意的 希望雅典分为更好的事情 那些对苏格拉底的思想 有启发的事情 才是对苏格拉底有价值的 因此他分别制定了这三条原则 来过滤对他的时间 无用的人和事 如果说苏格拉底的例子太过抽象 那么呢 我们来听听作者的例子 前面已经介绍过了 作者是一个身兼数职 工作繁忙的人 因此他为自己的工作时间 制定了四条过滤原则 每当有人来和作者 聊工作相关的事情的时候 他就会考虑 首先这件事 能带给我多少金钱上的回报 其次 这件事情需要花费多少时间 第三 这件事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 第四 从长远来看 这件事对我的职业发展 有没有好处 这些过滤原则 事实上能够帮助作者 做出更明智的决定 而做出好的决定 就是充分利用时间最好的方式之一 作者建议 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实际 去制定出这样简单有效的过滤法则 把没有用 却耗费大把时间的事情 从我们的生活中剔除出去 好 第一个重点就讲到这里 在这一部分 作者通过重新认识时间的价值 不仅让我们重新意识到 时间的宝贵 也给出了一个重构生活的方法 那就是建立自己的过滤法则 更明智地做出 时间都去哪儿的决策 从而更好地进行时间管理 当然 提升对时间的感知 只是第一步 是本书作者 给读者的一个热身 那么在知道了自己 每个小时的时间价值之后 面对这些宝贵的时间 生活中有哪些时间陷阱 和时间骗术 让我们的时间价值 白白流失了呢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二部分 如何避免落入时间陷阱 让自己更好地掌控生活 作者在书中介绍了 三个时间陷阱 以及应对他们的方法 第一个时间陷阱 叫做时间带来的扩张 这是二十世纪作家 帕金森提出的理论 理论指出 只要还有时间 工作就会扩张 直到填满所有可用的时间 作者举了自己的例子 他是一个YouTube的视频博主 需要定期上传一些视频 他发现 自己在制作视频的时候 经常会陷入这个 时间扩张的坑 比如说 要做出某一条 规定选题的视频 如果只给自己 安排一天的时间 命令自己 今天必须把这条视频做出来 还真的能做出来 但如果说 还是同一条视频 同一个策划方案 把时间放缓 告诉自己 只要下周一之前 做出来就行 那么 他肯定会拖延到 下周一当天 才把视频搞定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作者也并不是在前一周 毫不工作 事实上 他一直没有停止工作 也杂七杂八的 做了很多事 但还是会拖到 最后的截止日期 才能真正完成 而且他还发现 不论用一天做出来的 还是用一周的时间 两个视频的最终效果 差别也不大 也就是说 工作就像是具有膨胀 和扩张的能力一样 能够根据作者 给自己安排的时间 热胀冷缩 其实很多人 在工作和生活上 都遇到过这种现象 但大多数时候 我们都觉得 那一定是我的 拖延症又犯了 懊恼自己太拖延 责备自己 没有办法高效工作 把原因 简单归结于自己的懒度 但其实 是落入了时间的陷阱 对工作时长的安排 不恰当 导致消耗时间的扩张 因此作者建议 在做计划的时候 不要给自己 留过多的时间 因为很多时候 时间长短 不会影响最终的结果 反而时间长 会导致自己拖延 还不如把时间限制的 往前压缩一些 而你做到最后呢 如果发现 时间实在不够用的时候 再适当地加一下 就可以了 这样一来 就会节省拖延的时间 也能让自己的工作 更高效 第二个时间陷阱 是医生综合征 这个陷阱指的是 在工作中 我们完成第一项任务的时候 会超时一点 然后呢 第二项任务 又超时一点 第三项 第四项 又会如此 累积到最后 当天安排的很多事情 可能根本没时间去做了 作者把这种时间陷阱 叫做医生综合征 仔细想想 这个状态 是不是和医生看诊 有点像 本来是预约下午三点看诊 但前几个病人 每一个诊治的时间 医生都超时一点 最后 临到我们了 可能是下午五点 比预约晚了两小时 这种工作方法 既没有提升 医生诊治的效率 更白白浪费了 很多病人的时间 那我们该如何解决 医生综合征呢 其实方法很简单 但需要对自己狠一点 那就是严格按照工作计划来工作 时间到了 立刻停止 就像有健康老师 催促你教训一样 即便工作还没有完成 也按照此时的结果 去汇报和承担后果 也就是吃一欠 掌一掷的方法 那有人担心说了 万一真的没有做好报告 老板震怒 把工作丢了 怎么办呢 对此作者的回答是 不妨先真的试试这个方法 如果真的在心态上 做到了这一点 那么你会发现在恐惧面前 自己的效率变得如此之高 以至于总能在时间截止前 完成任务 当然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方法 确实太狠 也可以执行比较温和的版本 比如 给自己安排了一个小时 写一份工作报告 但一个小时时间过去了 很可能还没做完 那也要按照时间计划表 开始进行下一项任务 把写报告的事情 再另外安排一个时间段 有了时间安排上的死规定 有人会更有动力和专注力 逼迫自己在专属时间段中 把这件事高效完成 从而不给自己 留可以拖延的机会 不然一直拖延 就算最终把这件工作报告 做完了 但可能中间白白浪费了 三个小时 导致你其他工作都做不完 可能造成的后果 会更严重的 第三个时间陷阱 是大脑的沉默 什么是大脑的沉默呢 举个例子 当我们在开会的时候 老板在前面讲工作安排 你手里拿着纸和笔 在不停地记录 看上去这是你的工作时间 但事实上 你的脑袋已经完全放空 根本没有听老板在讲什么 手里握着的东西 就像老板话语的自动听写笔 写出来的东西也根本没有过脑子 完全是无意识的 但你还是没有停下来 潜意识里总觉得 手不停 脑子就一直在工作 仿佛这段时间你没有虚度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这是因为 当我们在倾听的时候 主要使用的是 我们大脑中的听觉P层 但是大脑中还有很多神经层 比如大脑的视觉区和运动区 当听别人说话的时候 这些神经区域都没有工作 就会非常的无聊 从而进入一种 在神经科学上 被称为大脑默认模式的状态 简单来说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台电脑 这些神经区域 就类似于电脑待机的状态 虽然开着机 但没有实质上的工作 这样一来呢 它们就会无聊 就会捣乱 让你产生各种各样的想法 无法继续保持注意力的集中 所以我们要避免 大脑的沉默状态 让闲着的器官工作 就可以避免干扰保持专注 比如说 当你在处理一些 可视化图表的统计工作的时候 或者是用电脑打字写文档的时候 可以放上背景音乐 听歌 不仅不会打扰我们的思绪 反而会让大脑工作区一起工作 避免大脑的默认状态 让听觉无法分散注意力 这样我们就能保持专注 高校工作了 好了 第二部分我们就说完了 我们说到了三种避免落入时间陷阱的方法 时间扩张 医生综合征 和大脑的放空 这些时间陷阱像一双无形的双手 偷走了我们的很多时间 但我们却常常忽略这些陷阱的存在 将时间浪费的原因 简单地归咎于自己的懒惰或拖延 导致问题始终无法解决 因此作者给出了分别的应付方法 避免重复落入陷阱之中 让人们更好地掌握自己的生活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个重点 如何合理地挖掘时间 让自己的时间多一倍 时间就好比金钱 我们如果想要拥有更多的钱 那就要开源节流 两边都使劲 时间也是如此 我们在第二部分讲了如何节省时间 避免时间的浪费 而在第三部分我们就来说说 如何挖掘更多的时间 作者在这部分也给到了三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不要让你的大脑闲着 其实我们现在的生活 往往被碎片化的时间所占据 但在碎片化时间里 我们要么在刷手机 要么无聊地发呆 打发这段时间 最终导致了这些碎片时间 被无端地浪费 作者认为 其实这段时间 往往可以发挥更大的价值 比如当在公交车上 洗澡的时候 等人的时候 排队的时候 尽管我们的身体 不得不被一些琐事占据 但大脑 却可以充分开动 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举个例子 比如你正在烤牙店排队 因为过于受欢迎 这家烤牙店的队特别长 而你这个周末 刚好要出去旅游 那么你在排队的时候 就可以在脑子里面 设想去旅游的场景 先是要在家打包行李 把哪些东西装进行李箱呢 打包之后 要从哪个火车站上车呢 要不要在车站 买一份麦当劳带上车吃呢 下火车以后 怎么到酒店呢 到景点之后 要跟同伴如何拍照呢 把这一系列的场景 在脑海中复盘一遍 并且随手系在备忘录上 你就会发现 你对于旅游的计划 已经成熟在胸了 在碎片化时间 充分发掘大脑的能力 是一件非常宝藏的技能 除了用来做生活规划 还可以用来提升专业技能 比如说著名作家 马伯雍先生 就经常利用这种方法 比如坐地铁 可以通过观察周围的人的行为 通过你看到的细节 去分析出谁要下车了 还可以为这些人 设想他们各自的背景 在哪里工作 跟身边人都有哪些故事 这些都会锻炼自己的思维 时刻为自己的小说人物 提供素材 时间是碎片化的 可大脑的思维 是可以持续的 在碎片化的现代社会里 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时间 做一些脑力的想象 就会让这些时间 也变得具有价值 第二个方法 信赖他人 建立自己的团队 提到团队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职场 不过 作者这里的团队 不仅包含职场 也包含生活层面的内容 先来看职场部分 职场上很多人 常常把自己搞得很忙 比如一个互联网团队的leader 产品设计要自己来 产品架构也要自己做 甚至连用户群 也要自己来运营 每天的时间 都被大量的占据 根本没有空睡觉 对于这样的leader 最重要的就是 学会把任务 放心地交给别人 如果没有办法 做到放心 那么就需要反思自己 是否对下属的培养 还没有做到位 是否自己的管理心态上 过于紧绷 没有学会 有效地去赋能和赋权 总之呢 要找到具体的问题所在 而不能放任自己 芝麻西瓜 一把抓的工作状态 当然了 如果你不是团队领导 而是执行层面的工作者 也要学会向上沟通 和横向管理 等职场沟通法则 总之 忙碌不是职场的本质 高效的沟通和解决问题 才是职场秘诀 生活中也同样是这样的道理 许多人追求 生活技能的面面俱到 觉得自己既要厨艺惊人 又要是木工小能手 家里的事情 样样都想自己来 为了出去旅游 甚至想考一个旅游证 对此呢 作者说 可以啊 但没有必要 尤其对于很多打工族来说 工作已经很累了 和家庭相处的时间 本来就少 像做家务 修理家电 长途旅游的攻略等等 这些别人更擅长 而且能很快解决 我们问题的事情 都可以交给专门提供 这种服务的人员来做 建立自己的家政 旅游 理财 税务 法律咨询的团队 当然 这里的团队指的 不是雇佣他们 而是和他们建立长期联系 维持稳定的服务关系 这样一来 遇到相应的状况后 我们就总能第一时间 找到最专业的人 更快更好的去解决问题 还记得我们在第一部分 教给大家如何计算 自己时间价值吗 自己的时间很宝贵 这种方法 还能降低我们的时间成本 让人生更有价值 第三个方法 克服最小努力法则 心理学家亨利·拉波利认为 我们所有人脑海深处 都有一个小小的声音 这个声音呢 呼唤我们去做那些 需要付出最小的努力 就可以完成的事情 也就是最小努力法则 比如说 今天的工作有两项 一 打开微信群 回答一下用户所遇到的问题 第二 写本月的推广报告 你会先做哪个呢 相信大多数人 都会选择先做第一项 跟线上好友聊天 因为这个对比 写总结报告来讲 要更轻松 这就是最小努力法则 人们喜欢 先做花最小努力 就可以办成的事 这是许多人 都有的一种惰性 就是这个很容易 被我们忽略的惰性 却造成了许多人 时间管理上的低效能 很多人可能都看过这个故事 往一个瓶子里面装东西 先装大石块 再装小石子 然后装沙子 最后倒水 这样一来 瓶子就能装到最满 用这样的例子 来类比我们的时间安排 瓶子就是我们一天的时间 大石子是最重要的事情 小石子次之 沙子和水 则是最不重要的琐事 是我们在最小努力 原则的惰性驱使下 不断花时间做的事情 那么很明显 假如我们一开始 就用沙子和水 把瓶子装满 那么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 就永远无法完成了 所以作者建议就是 我们要克服最小努力法则 具体要怎么做呢 首先 把任务按照重要程度 而不是难易程度去排序 然后给最重要的任务 留足够的时间去做 哪怕这个任务 要耗费很多时间 难度很大 也一定要把大石子的时间 预留充分 保障 最重要的任务 一定能完成 其次是留足小石子的时间 最后是沙子的时间 如果在具体执行中 发现大石子的任务 确实没有办法优先完成 也可以先去做其他任务 但是 还是要给这个任务 剩下的工作量 留足时间 一定要注意 不要把瓶子 用其他的东西装满 要让自己 一直有一部分关注力 在这件任务上 好了 第三部分 我们也说完了 我们说到了三点 可以挖掘时间的小方法 分别是 在琐碎时间 也充分利用大脑 建立自己的团队 和克服最小努力法则的惰性 使用这些方法 就会发现 时间像是从天而降 如同对我们 努力管理时间的犒赏 可以把赋予出来的时间 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 本书 除了上面三部分以外 还灵星展示了 作者其他的时间管理理念 比如说 不断学习心知 当作者在谈到 如何充分利用清晨时间的时候 就提到说 自己从《清晨的奇迹》 这本书里面 收获良多 这本书教会了他 如何拥有高质量的睡眠 和美妙的清晨 让他这个出了名的懒人 再也不赖床 从此开启了 美好的早间生活 其实 时间管理 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能力 他和我们的人际交往 睡眠习惯等等 都有密切的联系 在其他领域 进行学习和提升的同时 也可以把这些能力 和时间管理能力 相结合 你会发现 自由支配时间 没有那么难 好了 让你的时间多一倍 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 在音频下方 我们下期再见